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情追踪 我是王李仲彦 这期节目一开始 要通过镜头带您到高雄探险 外在高雄寿山山脚下的古山洞 是日本时代铁道部所挖掘的防空洞 提供日本铁道员工可以就近防空避难 因为尘封已久 坑道墙壁 地面以及阶梯都已经中如石化 高雄市政府以打造军事遗址观光为号召 以古山洞为起点 光是5月初对外开放的前两个礼拜 就吸引2000多名游客探访 记者余晗 周宗林带您去一探究竟 其实整个高雄的军事遗址 它是从日治时期开始 日治时期的时候 它从整个左营军港 然后炼油厂的设置以后 然后所以说在山头就有很多炮台的基地 然后一直到日治的后期 那也就是二四大战开始的时候 那高雄就变成了整个日军南进基地的前线 古山洞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靠近市区 那光户后它被改建出来的整个规模 早期的报纸有形容过 这个是全高雄市最大的民用的防空洞 踏近坑道的这一刻不寒而栗 这里是高雄古山洞 我们要跟着导览人员的步伐 一同探访这一段沉寂八十年的故事 他不会在这边走那么远 均是一只顾问宋德威 人称阑波哥 三年多前家住附近的他 意外发现古山洞 第一回入洞就是从这个深达 十多公尺的中入石阶梯下来的 这边总共六十四阶 每一阶二十到二十五公分 那它在往上走中间的地方的时候 它上面是水泥 下面才开始有这些中入石 那那时候也问过一些地质学家 或是相关的一些专家 他们是说中入石大概每一年 要长到一公分很不容易 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一墙之隔 他寻觅已久的古山洞 就这样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外面那个时候真的是大雨很大 OK我就快速会看 会看完之后我就赶快上去 那之后我也有去问一些 相关的一些文史工作 或者是一些骑老 我问他们说像这样的状况 难道跟我每一次去 全世界各地的军事椅子都一样吗 对了他们跟我讲说 可能是他们在哭泣 这个洞一定是有故事性的 阑波口中有故事的洞 曾经被警备总部当 陈真逊之流的地方 动力藏着神秘传说 许多骑老记忆里的悲惨故事 都发生在这里 听他们也讲 就是过了这个门 好像就是一个生死门的意思 就是经过这边之后 这边我们会发现地上特别的脏 也有很多的灰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特别感觉就是 左边这边这一块 一直到转弯到真逊室那边 地上都很干净 那但是一些骑老他们就讲 他们说当时他们被戴上黑色头套 戴进来 通常到这边都已经脚软了 有的甚至走不动了 走不动就是用拖的 就直接用拖的过去 一到门后 护天墙地也无人回应 因为墙面天花板全都裹上了保丽龙板 这边都是保丽龙 对啊我们在这边怎么喊怎么叫 甚至如果放喇叭放音乐 外面根本不知道里面在干嘛 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的这种 保丽龙这个设施 那去初步研判有可能是 那个警备总部时期那一段时期 所做了一个那个隔音设备 那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文献资料 来加以走证 看看下一站我们来到甄讯室 显为人知的黑暗历史将被一一揭露 这个门是蓝色的 那因为蓝色可能代表 当时他们的一个精神象征 而且那个时候门它是关起来的 那因为它没有上锁 我想说搞不好这边是有通道 通去别的地方 我就想要试看看 门一打开的时候 就音乐听到好像我在想要出去的那种感觉 那种声音那种哀嚎 秀石的铁制长桌 上头还割放着一组电瓶设备 当年警总征讯人员用这个设备做什么 引人好奇 它头盖一打开 它只有跟我们讲说 它看到的画面 头盖一打开 就是看到拱形的房间 而且有一块一块白色的 那当时当然两只脚就直接被拘进 在这两个洞有脚铁 而坑道内另外一间征讯室则有手铐 电极棒 民房守则手册排列摆放着 这些不是刻意买来的道具 而是散落在古山洞附近所找到的 再往前行 我们来到古山洞内 唯一一间灌洗室 毛玻璃块木相框 代表它是日治时代所建造的 一旁的浴缸 它的用途可能不是 仅供沐浴洗身这么简单 浴缸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祈祷 他们也是因应约约在分享 他就直接讲说 在里面 有的时候是带过来这边 可能是洗澡 那可能放了一缸水 不知道是要干嘛的 他只有讲这样 但是我们也会去遐想 全长200公尺的古山洞 呈现单字形 警邻民房指挥中心 古山分局 属于寿山山路系列防空洞之一 初步研判是在日治时期挖掘 已被空袭时躲避使用 国民政府时期 整件改装后设置两处征讯室 来古山洞这边 每天下午4点 会有一个蛮特别的 就是你会听到旁边 那个民房管制中心的防空警报 它会test大概3秒到4秒 就会又关掉了 每天都一样 除非可能当天 它有别的任务 所以这个地方 从日治时代到国民政府 一直到现代 包括即便古山洞 现在是开放了 但是它还是有防空的作用 欢迎各位澳门来的朋友 来参观高雄的军事遗址古山洞 高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 政府单位决定推动军事遗址观光 为了让民众深入了解 古山洞的历史 目前只接受预约导览 并用解说员引导探访 这是防爆墙 古山洞这边早年也有一些传说 他们说车子可以直接开进来 也可以再开出去 但是到底有没有呢 不知道 不可考 不过防爆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美军他们要空袭连城军的时候 因为要防止炸弹 古山洞为高雄市政府选定的 第一个军事遗址观光据点 2019年5月初开放至今回响热烈 光是两个礼拜就累计 有两千多名国内外游客入内参观 从韩市场开始以后 我们第一步 我们先做了一个军事遗址的盘点 盘点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选了古山洞 作为第一个优先的开放的场域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再来就是选定寿山洞 那寿山洞的话 我们会跟登山街60巷这边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然后接下来还有左营的龜山洞 然后鳳桂间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一个逐步的一个开发 日治时代的防空洞 警备总部的秘密基地 悬疑的故事与传说 在数十年间汇聚成历史的一部分 引领着入洞探访的每一位民众 翻阅尘封的时代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